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非常殊胜的一个日子 我们2015年应该说佛学会新版的开学典礼今天就开始举行 本身我们六月份的时候很多参加佛学团体的道友都已经纷纷的到了我们的闻思修行的群体当中 但是因为当时我正在外处也许你们看过我六月份的时候应该接近利用一个月的时间一直在外面奔波 所以当时没有正式举行 后来准备在七月份举行 但因为七月份我们在这里没有网络 所以一直延迟到今天也就是说八月下旬 经过两个月的学习 很多人现在正是闻思修行的开始 也有一部分因为自己种种种的因缘 学完了以后有些人认为学习佛法太甚了 怎么样也是没办法进入 没办法正常的闻思修行下去 所以就自动退出 有些人越学越有劲 越有兴趣 已经上映了 然后在不断的准备学习 已经开始学习佛法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的确也是到今天之前吧 也度过很多很多的春夏秋冬 也感受过人生当中的种种的风风雨雨的经历 同时也品尝过一些人天的酸甜苦纳 悲欢离合等等 但也许可能佛法对你带来一种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一种 暂时的快乐 更重要的内在的究竟的安乐和幸福 因此我今天也是当下凭自己的一些感觉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你们在座的各位有个别的旁听者 除此之外大多数的人应该说都是愿意继续学下去 但你们到底能不能学完能不能学究竟啊 还有很多坎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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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 有些的话因为中间正在寻找解脱之路的时候就迷失方向 有些人已经找到真正的路 而且自己不断的努力 最后会圆满已经到达善定 这就是我以前也是在经过多年以来的观念 经过多年以来的跟大家一起共同探讨学习佛法的经历来研证的时候 其实学佛这个路并不是特别的平坦 但是也并不是特别的这种我们人们所讲讲的那样的完整宣扬 因此只要坚强的 只要继续努力的 只要付出努力的 只要唱起美妙动听的歌的 这样的人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还是中年人 都可以有解脱的机会 也会找到自己的真正的解脱之道 所以我在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吧 第一个方面我就简单地讲了这么一个因缘 第二点的话就是讲一下佛教对我们现代社会的意义 或者是它的真正必需 需要 在座的各位大家都知道 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当中 但现在人们生活在这个蓝天下 在这个大地上的时候 跟以往的生活方式完全截然不同 那么有越来越多的竞争 越来越多的困惑 尤其是现在银头网 网络积极发达 科技积极发达 在这个时候呢 可能我们很多人的思想呢 也是复杂起来了 生活的话呢 也是多数多样的 分别念呢 也是各种各样的 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呢 我们每一个人数据拿着数据 电脑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 现金科学的一切 应用它 我们很有可能能边于自己做许许多多的 对众生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 也有可能呢 我们就已经变成了这些科学技术的陆地 最后呢 自己心里面带来各种迷茫 困惑 甚至呢 有一种不同的所谓的欲语症 自闭症 还有呢 焦虑症 等等 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 也许可能其他的世间妙药不一定对你的内心的 心灵的疾病有很大的治疗作用 通过佛法的妙药 只要相守一殿一地的话 也许对你的身心健康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和利益 那么这样的最主要的妙法呢 实际上就是大乘佛教 上个世纪的时候 英国应该获得诺贝尔将的唐因比波斯 他也是说过 他说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的重大问题 要解决的话呢 必须要空蒙思想和大乘佛教 也许可能空蒙思想呢 也对这个问题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尤其是解决社会问题 解决一些技术的问题的时候呢 传统文化 对这样的重大事情有一定的效率和作用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 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的生活极其复杂 烦乱 在这个时候 大乘佛教 利益他众 生起菩提心的 这么一个非常珍贵 唯妙的思想 的的确确 无论是对自己 对他人 有着非常不可思议的利益 因此我们应该要想到 我们即生当中遇到这样的心腹妙妖 或者说是心里妙妖的佛法的人呢 福报就非常广大 可以这么讲 这样一来呢 今天在座的人 我不知道你的修学呢 是将来是半途而非呢 还是三十三种 也许呢 你学到一年之后 你家庭 自己的私人 私人的生活 感情 工作等等 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障碍和违缘 你可能不得不放弃 现在我们所学的一些课程 也许的话呢 你无论是生活当中遇到了 再大的艰难困苦 不断继续下去 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今天呢 大家欢聚在这样的一种空中的殿堂当中 一起思索这个问题呢 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但我还是有一个唯一的想法 我们在座的人呢 也许可能是前世的因缘 也许就是暂时的一种因缘 不管是怎么样呢 今天遇到佛法 遇到这么殊胜的因缘的时候 大家不要放弃 一定要发一种非常坚定的深深的誓言 那么我想给大家说的第三点的话呢 在座的各位应该知道是我们现在的因缘殊胜 大家一定要珍惜哪方面的殊胜呢 首先我们要想起来 我们现在给大家传授的这些佛法呢 从传承上讲 大恩上师 法王如意宝 寂灭奔仇呢 应该如今成为是佛教再逢时期的创始者 那么他所带来的 他所传下来的这些法门呢 不但是有非常确凿的理论依据 有校正理账 更重要的有一些殊胜窍诀 传承上师的不可思议的加持 这一点在当今这个世代当中也许是非常罕见 还有一个我们所传授的这些佛法的内容的话呢 无论是显宗还是密宗 以及其他的包括我们世间的基本的观念理念等等 这样的这种内容呢 应该是在短短的纪念当中 你可以说是圆满的 完整的都能学到 如果从世间的一个知识 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安逼当 就数课的这种方法的话 也许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世间的金钱也是费用不少的 而我们应该给大家非常简单的方便的一种方法来提供 你短短的世间当中可以预科班的四年完成 那么整个班的五年 也就是说我们世间的一个知识 也需要什么 需要九年义务教育 那么这是基本的一个小学和初衷 也就是小学和初衷的水平会能到达的 但我们在这里应该很圆满的 基本上佛教的理论 还有它的基础知识 还有它的修行方法都在短短的 这九年的时间当中能完成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九年的时间太长了 我可能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也许是你如果学的比较简单 学的比较浅 学的比较没有次第的话 也可以这么讲 可是我们应该是 刚开始设计的时候 我们应该对课程的管理 对所有的课程的内容 以及包括它的安排的时间等等 有非常严格的观察 思考 顺合 那这样以次第性的 对你所有的 显宗密宗的教言和理论 还有事迹 以及你的考试等等 你的所有的深合的过程 不仅仅是我们给大家制定一个 安排一个任务 而且后面又不断地跟踪 又不断地去监督 又不断地去提醒 那这样的团队 或者是这样的一种修学互相起作用的话 也许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 作为一个佛教团体当中 不一定是非常多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的任何的一件事情 其实东西方的人们都可以共同观看 也可以共同解说 那我们在佛教的这样的一种理论教育也好 实修体系也好 在这些方面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非常严密的 也是负责任的 也是很认真的态度 来进行互相关理 互相学习 互相度足 有没有这样的 大家也可以 方便的时候 希望去深视周围的世界 这是我想说的几点啊 四 三点 四点 三点 是吧 那么我想说的第四点的话呢 第四点呢 我们修学过程当中 应该稳重 包容 认真的去修学 我们最近发现 在座的保密的道友当中的话呢 有一部分认为 这样的内容对我来讲是太浅了 不管是书本上 光盘上 辅导员口里传出来的这些知识 太容易了 因此呢 并没有得以重视 有一部分人认为是 佛教原来是这么深奥的 包括他的课本 课本 诵词 内容 以及后面还有思考题 还有呢 就是将考 必考 背考 等等 那这样的内容 对我来讲是不一定很适应 我怎么也听不懂 看不懂 有可能这样的想法 但这两点呢 实际上都是一个极端 佛教的意义呢 你不要认为是你遇到比较前线的问题的时候呢 你懂得而清思 因为在他的词句的背后 还有深深的内容 深深的内容的背后呢 与我们的自己的心的相续呢 必须要结合 实修 在这样的时候 佛教当中的最简单的一个人生难得书名 无常的修法的话 对我们的学修多年的一个佛教徒来讲 也是非常困难的事 你也不要认为是 佛教特别深深 对我来讲是没有办法 搞不可怕 其实这也是对作侵略的一种难度 不管是怎么样 佛教它是有次第的 它是有层次的 你如果只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有一个非常精进的行为的话呢 佛教的所有的这些道理可以逐渐逐渐 通过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 自己的心的相续完全都是可以交融的 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极个别人所想象的那样 觉得太简单了而放弃的话呢 你可能已经失去了次第的文思修行的非常难得的机会 你也不能认为佛教太圣了 其实佛教里面的很多的深深道理呢 也许你们预课班的道友还没有真实开始 如果你真正闻思到五部大论 民众当中的一些深深历论的时候 的确也是里面有深不可耻之处 但是这一点也是即使我们凡夫人也可以通过一种相似的理解和相似的定解方法 最后呢也是真无比较相同的发行事宜 因此呢 就是大家也不要堕入一种极端 要应该就是深深的去思维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座的很多人应该是有一定的实践的理论知识 实践的任何一个学问任何一个专业 其实你要学起来的时候呢 你也不能轻视它 否则的话你可能非常简单的一个专业呢 最后没办法得到掌握 也不能认为是所有的这些作业对你来讲是没办法出击 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 只要这个奴隶侵奋的话呢 就是世上无难事 这是我讲的第四点 那么第五点的话呢 我们今天在座的学会的所有的道友呢 你们是今天刚开始 应该可以讲 就是现在我们这一年的话呢 你们是一种可以说生活的开始 也许通过这样的学习 需要改变你的生活的方式 原来你星期天星期六 甚至还有其他的时间当中 经常可以放逸 可以散乱 可以去一些不清净的畅和 也可以跟一些这样那样的人呢 就经常交往 那么从现在开始的话 也许你的身体 你的预言 你的心态上面呢 需要一些改革 需要一些改造 需要一些改变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从现在开始很有必要 你的原来的一些非常方当的 非常自由的 非常就比较过分的一些行为呢 通过自己监督自己 应该是依靠自律 依靠自律 这也需要一种正着正念来疏忽自己 不仅仅是依靠自己来自律 更重要的呢 我们加入一个这样的佛教的 群体的四合 互相监督 互相观察 那这样一来必须要参加供修 如果没有参加任何的供修 你依靠自己的力量 你也许现在的心情是比较迫切 比较强烈 但是过一段时间呢 也慢慢慢慢 它会淡化的 它会最后变成无踵无印的 所以为了我们不会到达这样的结果之前的话呢 一定要发愿大家供修 在供修的过程当中 也许可能安排世间 你对人的这种相处 还有呢 你可能也从不同的地方前往 另一个地方等等 也会面临着一些世间的问题 费用的问题 还有呢 自己心灵的问题 更重要的 现在有些人跟别人 接触能力比较差的人呢 也许可能有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 但是从长远看 从大的意义来看的话呢 共同的这种 供修的力量呢 比什么都强大 因此呢 为了你永远坚持下去 为了你 这 预科和本科 预科和政科的所有的这些课程 圆满的话呢 很需要我们大众的监督 如果有了大众的监督 也许有时候 你有一些像懒惰的事 但是我们毕竟是人 在其他的道友面前 自己会参生一种惭愧之心 自己会参生一种 特殊的一种心态的原因呢 你会经常自我提醒 依靠政治真言了 最后呢 你的修学会完成的 我们学会当中 现在已经接近十年完成的很多道友 他的整个 如果来的人生的修行之路当中 他发现的 供修的重要性是 比什么都更需要 更重要 因此 我今天呢 也是特别的强调 大家在修学过程当中呢 尽量的不要自己网络修行 或者说是各自在家里修行 家里修行呢 虽然它很方便 它很舒适 它很对你各方面来讲 适合你的心态 但是就而就之 我们的很多很多的 阿难言上面存在着的稀奇的话呢 会它随时的是爆发 一旦它的恶习气一发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停止你 曾经发过不断闻思修行 完成学会的一切课程的 这样的信念呢 最后就全部会一般 有这样的可能性和危害性 因此呢 我在这里呢 也是强调大家 在从现在开始呢 一定要去求学 求学呢 圆满 要圆满的话呢 唯一的方法是 通过功修而圆满 说了几个 应该误规了吧 还有多长时间 还有四十分 好 不断说啊 那么我想说的第六点是吧 第五点是吧 第六点吧 第六点呢 要想到告诉大家 我们所有的这些修学呢 首先必须要有一种理论的闻思 从历史看来 在汉地的很多的寺院 很多的佛教团体当中呢 的确也是非常系统的 持地性的这样的 这样的闻思修行的传统呢 比较少 那么我们如今有这样的一个 非常 比较而言的话呢 在当今来讲是 带有一种先进性的 带有一种科学性的 带有一种具有 怎么讲啊 殊胜和加持性的这样的一种闻思方法 这样的闻思方法呢 就尽量不要抛弃 我们如果没有认真的 理论的闻思的话呢 也许很简单的一个修法呢 不一定修得很圆满的 最近我们学《大乘经庄业论》 确实学着学着 我们的智慧成熟没有 我们的慈悲成熟没有 我们的信心成熟没有 我们的安忍成熟没有 我们很多的威力成熟没有 等等等 就许多的道理的话呢 的确我们作为佛教徒呢 不仅仅是一个有信仰 更重要的理论的后盾 理论的这种依据是不可缺少的 我很担心 我们很多佛教徒是变成逆性 知道佛教徒就非常非常有虔诚之人 但有些人呢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我在信什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遣除密信的话呢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一定要下功夫 一定要想办法要增上自己的智慧 要增上自己的智慧 唯一的一直具有法相的善知识 要一直善知识的过程当中 我也今天在这里特别提醒的 就是在座的有些新来的居士 你们的心就非常非常的 可以这么说吧 你们不要生气 比较油脂 你们可能是今天遇到什么样的上师都会去移植 我不担忧你们移植多少多少个上师 我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顾虑 但是我非常担心 你们有些移植不好的话 你所有的事件经历青春等等 你最珍贵的许许多多的这些资源 全部都会容易浪费 所以说我们按照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里面 所讲的那样的 一定要首先要学会观察善知识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智慧之前的话 那你一定要精神 当今这个时代当中 尤其是在汉地 现在可以说是鱼笼混杂 尤其我们每一年的新版开学的时候 中间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会发生的 有些学佛时并不是真正的想解脱 也并不是学一些佛法 为了治病而学的也有 为了发财而学的也有 为了漂亮而学的也有 为了出面而学的也有 为了自己的这种事业顺利而学的也有 为了真正获得解脱而学佛的也有 有些是为了利益天下无边的众生而学佛的也有 在这样的不同的群体当中 我们都要圣识自己身边的人 到底是有没有真正善知识的引导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最关键的 要学会一致善知识 要观察一致三知识 你真正观察好了以后 你才可以一致 在这个之前的话 不要随波逐流 不要人云云云 我们现在汉地来讲 也是比较复杂的 也有许许多多的 精通显宗密宗的 清净内外密戒律的 那么具有殊胜的 这种大悲菩提心的 自相续当中已经圆满成熟的 具有利益无边无济众生的 这种威力的 这样的三知识也比比皆是 但是也有各种目的的 为了赚钱的 为了达到个人的名声地位等等 有很多目的的人 也装着出家人的形象 以三知识的一种形象 来不同的事件当中都会出现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学会精神 按照大乘佛教的《花言经》当中 也再三地强调 我们作为初学者的话 一定要反复观察三知识 不能轻易地 随意地 依止任何一个大乘上师 等等诸如此类的教言 就非常多的 所以我要在这里强调的 要依止三知识 并且真正对理论的 这种重要性和理论的 这种闻思的基础上 要调伏自己的心 其实很多佛教徒 也许可能理论上 讲得天花乱嘴 但是真正跟自己的内心相结合 跟自己的身口意的行为相结合的时候 有些是可能理论就是一套 自相续也是另一套 在这个之间也许有千里之路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闻思始终是不能成为真正的解脱之道 因此我们归根基地通过学习之后 一定要调伏自相续当中的极其强烈的 贪嗔痴为主的一切烦恼分别念 调性是我们佛法的根本 调性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最后的话 通过修持五十万加行等等来真正自己变成一个修行人 我希望并不是像你们所有的人都培养成一个像具有博士河或者是博士文凭的这样的一个弘扬大法者 也许有的话也很随心 但是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自行跳入寂静 每一个人具有善心菩提心的 每一个人就不要太敏感了 总而言之不要烦恼太重了 我们城市里面的有些人就非常烦恼非常重 尤其是一些大厂里面出来的一个修行人来讲是 就经常有这种感觉 这些人都是这么敏感 就是别人的一种堪食 一种稍微一句话说不当 或者是别人的一点一地的一个行为的话 对他带来非常像须米上那么大的烦恼和痛苦 其实这样的话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上是极其痛苦的 悲哀的 因此真正的一个成功的修行人的话 他无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的话 就是总是那么的自在和豁达 快乐和包容 应该有一种非常开心或者说是从容 这就是真正的一些修行人身心获得自在 那么修行已经运用自如 那这样的时候利益众生也是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 所以我要在这里顶留一点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讲的是一种学会闻思的基础上 做着重飘浮自己的心 这是第六点 然后第七个的话 你看他们说我们这里很多人世界观念不强 刚才刚开始的人比较少 现在陆陆续续来了 也许可能是网络的问题 也许我们学院还算是好一点吧 门已经关了是吧 还没有啊 但是我们学院也是 今天我们的堪布堪木法师们那边有一个培训的课 这个世间概念也不算特别让我满意 以后希望听课也好 还有开会也好 还有做什么事情的话一定要有个比较强的世间观念 不过大城市里面的世间观念也有点难 现在特别堵车 你堵车的时候世间观念再强也是没办法 就飞也飞不过去所以也许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刚开始的在网上听课的人跟中间 刚开始我刚才也看到不太多现在就越来越多了 那这些人也许是堵车的原因 也许是可能自己随便上一上就出入自在 这就是没有观念 我们佛教徒要学会观念 下面我就要讲到第七一点 你们要想到我们如今有这么好的一切因缘的话 也许可能有些人想得比较简单 这是堪布应该给我们提供 导游们应该给我们提供 我们这些人只要学就可以 其实这种想法也许是不一定很对的 你一定要想到背后 我们在这里很多出家人 很多在家人 他们的付出 他们也许放弃了自己的修行 闻思修行 包括工作 包括家里面的许许多多的一些事情 全部放弃 一心一意 专心智制的 为我们大家的共同学习和共同修行 付出的特别特别多的心绪 这一点我是应该也应该非常清楚 因为我们这里有个别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一本书 一本书它不是那么很容易的 首先作则非常了不起 这我们不用说了 但是我们翻译出来的话 这也需要很长时间的工程 那么翻译完了以后还要交对 交对以后它就输入电脑 输入电脑当中要再次的交对 还要陪伴 还有就开始营锁 营锁之后的话 那么这个法本 你可以就还要去装订 装订完了以后 你要搬运到 我有时候是我们的一些书店 书库 这时候感觉到一本书并不是很容易的 的的确确 就是拿到你的书里的时候 也许这个是很容易的 你看那一本书对我来讲是 哦 这本书还是很容易的 但是这里面的整个封面设计 要花多长时间 然后第一页的 释迦牟尼佛的像 这个可能也要选择 这次放释迦牟尼佛的像 还是莲花生大师的像 然后翻到第二页的时候 我们这一本书就是一个藏文书 这是一个重的目录 然后每一个目录的话 它的里面有多少的这种文字 而这些文字的话 包括字体的大小 行间的距离等等 这样来想的时候 你最后这本书真正是 看起来的时候好像 哦 这是十六元钱 二元钱 就是拿到我的书 就非常非常的简单 但实际上呢 有时候并不是很容易的 我们最近呢 原来我们这个发本呢 就免费的给 但是后来呢 好像免费给的话 大家都不觉得 就很珍惜 后来基本上是输半费的这个价 然后有些人呢 就说啊 既然你发本的要输钱的话 那我就退了 我不学了 我们这里有很多人 因为叫八元钱 就已经退学了 这样的人非常多 我都有几个名字的时候 我都知道是哪一个城市 哪些人 那些人 当然我们终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 我们也并不是特别计较 但是呢 实际上人有时候呢 可能你就没有想到发心人员的付出啊 我们不说是他是钱财上面多少 就是这个我们不说 但是我们人的时间 人的经历 人的整个的付出 我们这里有很多 做发本也是这样的 我们还要做光盘啊 做光盘的话呢 你们也许可能知道 他前期的工作 每一个光盘的话呢 他要不断的这个 这个前期的摄像 这个摄像呢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这里摄像团队的很多人都已经累了 已经换了无数次了 现在有个别人一直乘着 但是有些人也想现在换个工作 然后也在 有些说是累啊 有些说是苦啊 有些说是也这样的 那么如果一个摄像是坐牢的话 那我们要培养的话 两三年的时间 然后完了以后呢 你要建计 你要建计之后呢 你上面就是每一个光盘上面 首先是要打字幕 大家都知道 那打字幕的话呢 打字幕的整个讲座的口信 跟这里面的每一个字要能复合 也许你们挑毛病的时候很容易 这个光盘做的质量不好 我不要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其实也许可能 我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真正的讲经说法的这些光盘 如果再放在家里的话 它就是真正的一个善知识和没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 因为一般的法本的话 它可能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但是当场的效果 法本跟光盘就差别很大的 通过光盘而接受的话 那你有好像直接的这种加持 直接的人跟人没有什么差别的 我都现在很多人因为从光盘上接缘 有些人说我光盘上认识了 你好多年了 今天终于见到了 好像书本上跟光盘上讲到有点不同 所以人之间自己有一种邻居力 或者有一种感情依靠光盘可以产生的 所以我自己经常一些前辈很多大德的开示 还有一些上师的光盘 磁弹这些 我比法本还更重视的一直很重视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具有包存价值的 有这些道理也许到了你们书里的时候 是一张光盘或者说是一本书 或者说是一个简单的奖励 利品等等 但也许它的背后有很多道友的付出 他们都是免费的 如果我们真的要对每一项都是 如果产生一个费用的话 恐怕你再富裕的人也是不一定能做成这样的 正因为佛教的信心的力量非常强大 信心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力量 它也非常值钱的 我经常这样认为的 如果信心不值钱的话 可能很多事情都是没办法做下去 按照世间的成本价 按照世间的一些邻属价 恐怕我们很多事情 尤其是当今时代的有些事情没办法做下去 所以这样一来 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提醒大家的一定要讲到我们背后的付出 希望应该对所有的这些资料 所有的这些材料 包括我们以前已经学过的这些人的话 你们最好是把它当作一种真正的善知识来 顶带 供养 包括当你离开人间的时候 也许有些法风和有些光盘 有些三宝所业 放在你身体的周围 你不会下跺 具有非常殊胜的加持和解脱之力 这样一来 我在这里也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希望你们学进来了之后 这不要认为这是非常简单的 本来我们从世间的理念来讲 每一个人应该有一种感恩自信吧 用一种感恩自信 世间的一个特别简单的知识 特别简单的一个学问 你也想得到的话 恐怕并不是很容易的 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孩子 学一些儒教文化 学英语 学一些孤情等等 各种知识 但是你要学这个知识的话 可能不那么容易的 你要寻找一个老师 你要真正找到一些它的来源不容易的 我在飞机场就经常看到有些企业家 或者是一些官吏者的演讲的时候 我会清一些光盘 但是我们一次清光盘的时候 这个费用特别贵 一方面我舍不得 一方面我很想清 比如说三张光盘的话 基本上700多块钱 三张光盘 你们也许知道 因为它的班权就是公司拥有 那这样的话不那么容易的 也许你们经过飞机场的时候 你看看 有些官吏者演讲的还是很好 有一次我就为了清一个光盘 又一般片 我就三张光盘 然后又很贵很贵的 然后还有在飞机场 我们要为了听一些学者的演讲 但是他可以在我们的书记上操作 但是你必须要给他交钱 如果你没有交钱的话 没办法的 所以我后来好像看到这个官吏者讲得很好的 然后花了大概是一千多块钱 然后我书记上可以大概 但是两三天还算是可以的 中间出国以前 回来的时候就没有了 不知道什么样 然后问的话也没办法问 所以有时候世界的一个知识 也许可能需要有一定的付出以后才能得到的 并不是那么很容易的 因此你们也许可能有些人觉得太便宜了 太免费的东西的话 大家都觉得是不重视 所以西方国家很多人包括有一些演讲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给他们说 凡是我的所有的演讲都是要免费演讲 但后来他们都不重视 所以我跟任何一个主办单位说 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们收适当的费用吧 这样以后也许可能好一点 后来的的确确 人有时候对重视程度有点不同的 但是我们现在学会原则上 所有的除了极个别的法本以外 都是一种免费的给大家提供 尤其是我特别特别感谢的 我们这里很多的人提供道场 在一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发心人员 今天在这里也是特别感谢 有时候的确我刚才讲的一样 这种信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 否则的话确实数不相识的很多人到你家里的话 对你家里的很多的一些原来的状态 多多少少有破坏的 多多少少有你看不惯的 你想不通的地方就是非常多的 那这样的时候呢 对你来讲是也是需要一边就是提供道场 一边呢还要修安忍 一边呢就是有产生一些零食之心等等等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面对问题面对的 但是呢我看我们如今大乘佛教徒的话呢 就是的确在许多大城市里面呢 就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原有的这些 这个多余的一些方家呢 有一些提供出来跟大家共修 我希望你们如果自己各方面的因缘具足的话呢 尽量的时间长一点 有些人呢 刚开始的时候很美好 就是觉得呢发心也很大 啊你们来吧我家里来可以共修 然后两三天之后的话呢 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来了以后呢 可能家人也是有点反对啊 邻居各地的话呢也有点反对啊 然后自己的菩提心呢也没有那么的长久 然后突然就注意变了 哦不行我要出差 我现在这里的人都要不能在这里学 这样的这种行为的话的确也比较困难的 我希望你们提供一些道场和提供一些场地的话呢 首先用智慧来再三观察 你一旦答应了一旦你承诺了以后的话呢 智慧的承诺呢就像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一样的 不可能切而易举呢就没掉的 因此一定要坚定誓言 你所承诺的至少也是三年五年来之众生 我前一段时间用开玩笑也说 你们有些提供道场的人的话呢 你真正是你的钱财是有意义的 你的钱财是有意义的 我都经常想汉地也好藏地也好 有个别的一些寺院呢 就外面是轻敌辉煌的 非常重严的 可是里面呢就没有人啊 硬件设施非常不错的 但是软件呢就是特别差 那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软件更重要的 软件的这种教育的话呢 也需要一个外在的硬件的这种条件 因此我们这里呢也有许许多多的 一些提供在这方面的 就是方便的道友啊 就一方面特别感谢 另一方面的话呢也希望你们 你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需要面对很多的问题 但是人只要坚持下去的话呢 实际上的很多的事情呢 你可以超越的 你可以面对的 甚至的话呢 你完全可以有一种想象不到的一种力量 最后获得胜利 所以我这是应该讲 第七个问题的话呢 大家要理解我们的付出 然后第八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学会有一个学会的制度 学会的从开始到现在呢 就是都有制度 我们跟其他的一些道场 其他的一些佛学会呢 有点不同 从我们内部当中的话呢 无论是从我们自身的管理人员也好 我们凡是参与的这些人的话呢 都有一个非常平等的对待 这样你具足条件的话呢 我们都并不是因为人际关系荡荡 而他可以轻松 他可以严格没有这样的 都可以享用我们的这种权利和义务 但是呢 我们也有一些管理方法 这种管理方法跟其他的有点不同 前一段时间我一讲过 我们学会呢 并不是是一支什么 借贷其他上司的借贷战 然后我们学会的人员的话呢 并不是是借贷其他人的借贷员 并不是是服务员 你如果是很真诚的想学习的话呢 你可以在我们这里 但是你如果想利用这个平台 然后你搞各种各样的宣传 传销 包括一些花园 包括一些做各种各样的一些 涉及到政治 涉及到经济 涉及到一些个人的宣传的 像诸如之类的这些事情的话呢 我们学会当中的无论是什么人 有钱的人也好 长得非常不错的人也好 或者说你是具有一定的势力和 有各方面的一些背景的人也好 我们都不管 我们只要是没有修学的这种因缘和条件的话呢 既然你具有如来藏 你具有比较特殊的身份的话呢 我们都没有办法像你那样的人惯你 所以说呢 我们特别希望呢 凡是参与我们学会的人的话呢 那么自己是一心一意在这里呢 认真学习和认真修习的人 而不要有带有私人的各种各样的目的 或者说自己虽然没有很多的目的 但是呢 你带有你的道场的宣传啊 你某个上师的宣传啊 某个老师的宣传啊 甚至呢 某个一些其他的 包括就是赚钱等等 就是这样的目的的话呢 我们希望呢 最好不要加入我们的这样的学会 其实你加入的话呢 我们时间长了以后 不可能不会发现的 你的也许的一些假的面具的话 到一定的时候呢 会融化 或者掉落在别人面前 在这个时候 你自己也可能出于一种尴尬的境界 我们也是不太愿意看到这种局面 因此呢 在这个学会管理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可能会发现的一些问题的话呢 我们管理人员很公正的 应该不得不面对和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所以在这个时候 希望呢 大家应该要心里准备有一些配合 也希望呢 你刚开始加入这个团体的时候呢 你要会想到你的目的会不会清净 你的心会不会清净 你又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有其他目的的话呢 我们希望呢 尽量不要参与 即使你现在已经参与了 学了两个月的时间 但我们特别呢 希望 我也是双数合掌 期请你呢 就是退出这个范围当中 否则的话呢 这个一律老鼠是呢 可能就是染上一国密着啊 就是非常麻烦的 在我们的这个群体当中 一百个人当中 如果一个人 天天都是搞各种各样的一些非法活动的话 也许我们的所有的人的 闻思修行的机会呢 以他的各种因缘的话呢 全部最后不得不放弃 以前也是有过这样的很多很多的词 所以说呢 我刚才为什么说 我今天呢 就是双数合掌 期请你退出的话呢 我们并不是说 用这个其他 对你的功德产生极大的信息呢 我不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是为了就是健康的 为了就是很合理的 我们继续就是要学下去 继续呢 就是要惯例下去 以这样的目的的话呢 我们今天也是特别的告诉大家 就以后你来到这个学会的话呢 你要会想到 就我最好呢 作为一个世间人 可能我真正去一个寺院里面 真正去一个佛学院 完成我的所有的这些修学的话呢 恐怕是现在不现实的 因为我有家庭 我有单位 我有自己的各方面的工作 那这样的原因呢 如果我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放弃 然后到山里去闭关修行的话呢 我现在暂时来讲呢 没有办法的 我有很多很多的责任 那这样的话 我最好的选择呢 我一方面不耽误自己的 这个在家人的各方面的一些生活和工作 同时呢 也不耽误遇到大乘佛法的时候呢 这也是一种给予 虽然我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 可能面对的问题呢 就是很多很多了 我知道我们学会里面的有些人啊 学到十年 二十年 学到可能十年 就是五年 六年的话呢 非常不容易 有些人每个星期都是 可能你要跟这个家里和跟朋友呢 有个交代啊 每一堂课的话呢 你要面对很多问题 刚开始的时候 你的生活有点不习惯 你各方面呢 就是面对的比较多了 但是时间稍微长了以后呢 你周围的人 你的亲朋好友的话呢 也会理解你的 因为你这个人通过学习之后呢 并不是变得越来越坏 越来越不想化 很多人的话呢 不管是他的性格上 在他的行为上 包括对家人和对自己的各方面呢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条有利的 这样的话呢 很多人都可以认可了 尤其是我在这里更要强调的呢 你们很多人是刚开始学佛 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呢 希望你也不要太热情了 不要太激动了 否则的话呢 到时候你的慈悲的往往眼泪 也许牛肝了以后再也哭不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也有一定的困难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比较激动 但那个时候呢 在这种心态下呢 你也不要放弃你所有的家庭和你这个家人 你毕竟是一个在家人 你对家庭有一定的责任 所以我们刚开始呢 要求大家呢 就是不要太激动了 尤其是你对家人和你对自己的这个身边的人呢 一定要学会照顾 要配合他们 因为你学了佛以后 你所有的事情都变了 不给他们一起吃饭 不给他们一起说话 天天都是拿着你的这个客送机 那这样的话呢不行的 我们有些学佛的人比较笨 不会受伤事件的人 然后逐渐逐渐逐渐你的这个行为呢 融入社会的时候呢 你再可以拿出你的客送机啊 拿出你的专经轮啊 负责的话呢 就是每一个人拿着专经轮 跑到你的单位上去的话 很有可能你的这个单位领导也开除你的了 所以呢 我们要一定要刚开始的时候呢 不要太激烈了 不要太激动了 但是你到了两年三年之后的话呢 也不要太冷漠了 像我的话已经 可以说是到了佛学院的已经三十年了 但是我对问世修行确实还是有意乐的 只要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会看书啊 我会会学习啊 我自己有时候觉得是 我对佛法的这种信心的话呢 好像也没有这个见腿啊 就是更加就是比较最最关键最头痛的 我现在没有时间 一有时间的时候呢 我对佛学的问世方面就是非常非常有有有有兴趣的 所以从这一点的话呢 你们有个别人呢 就是对我 我也可以做一个学习的话呢 也可以 为什么你过了三十年以后 你还有对这个佛教的这种真正的问世修行 有强烈的一些信心的话呢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呢 我希望你们刚开始的时候呢 一定要对身边的人要会三巧的处理 不要你因为学佛呢 你的行为都奇奇怪怪的 你的眼神也是有点跟谁的 就是没办法沟通啊 没办法配合啊 就是吃饭的时候呢 就是你就一直念咒语 就是不给说话 就是这样的 别人可能会觉得是你已经就是出现大问题了 就是很有可能把你困起来 就是然后送到精神病医院 然后你说说我是正常的 我是正常的 就是只不过说我很静静的 我害怕浪费这个时间 就是我是问世修行 他们也看不懂听不懂 就是这样的话呢 比较危险 就是所以我们希望刚开始学习的人呢 一定要就是就对身边的很多的人际关系呢 要这个三巧的处理 逐渐逐渐你的信心 逐渐逐渐你的慈悲和智慧呢 就是可以不断的增长的话呢 那个时候你做任何事情呢 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我在这里呢 也要跟大家就是讲一下 就是我们要学会这个 管理和学会呢 就是配合管理人员 然后同时在这里也该讲一下 我们在座的各位的话呢 从现在开始呢 不像你以前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定要具有一些管理 我们的管理呢比较严格的 一定要有一些修学的这种出情侣啊 还有很多的标格啊 有很多的一些方法 你们都知道是 世间上的一个流浪者跟 加入这个珍贵企业的人的话呢 就是生活耶稣上面有一定的差别 以前你是一个流浪者的话呢 你想说什么 你做什么的话呢 都可以的 没有人管的 但是你最后进入一个珍贵的 这个单位的时候呢 也许可能很多方面都是 你有不同的一些约束和要求 在这个时候呢 希望大家应该要配合 我现在呢 我们学会这边的每年的这种要求的话呢 就比较严格 门槛呢 想放得比较高一点 否则的话呢 我们这边的人太多了 也没办法管理 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开始 今年都是已经第八节了 刚开始应该是2011年 12年13年的时候呢 我们每年都是输两节的 然后从2014年和15年开始 改为一节了 所以我们今年都是应该第八节吧 第八节的话呢 实际上是我们根据我们的人数呢 也在调整着 我们宏观调控方面的话呢 我们也看到我们能管多少人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管人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有可能以后的话呢 可能过了两年以后呢 就是数一节也有可能的 如果我们人太多了 我们这个管理人员有一定的困难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是过了三年以后 我们再数一节啊 有这个可能 当然我们根据我们的这种 这个管理人员的一些方法来调控啊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呢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参加学会的人的话呢 归根基地呢 大家我个人来讲没有任何的目的 没有像依靠你们来得到世间的名为利养等等 没有任何目的 我想我们这里的很多的发行人员和管理人员 他们也是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 我们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你们每一个人呢真正找到了一个人生的光明之路 这就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目的 我们受付出的再辛苦再累再困难的话呢 其实你们哪怕是一个人 原来是非常迷茫的一个人 后来的话呢 知道懂得自己面对人生的问题 面对感情的问题 面对生死的问题 面对解脱的问题 面对现在的非常复杂的生活的问题的时候呢 你有一种方法 你有一种力量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 我们所有的日日夜夜的付出的话呢 其实应该说是这样的一个目标 在这样一来呢 希望我们参加社会的这些人当中 以后呢 有利他信的人呢 希望你们也站出来 就是尽量发信 而且发信的时候呢 前往必要以私人的 以世间的这个非常肮脏的心态来 就是做一些非常不合理的这个管理啊 不合理的一些发信啊 不合理的一些做种种的一些破坏啊等等 那这样的话呢 从世间和出世间两方面来讲 对你个人而言也没有任何的事业 对我们整个集体来讲呢 我们找到一个好人的时候呢 的确也是对我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对你们身边的人来讲呢 也特别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当中出现一个坏人的时候呢 虽然这个人也许可能做不到什么大的破坏 但是呢 也对我们可能带来了许多的一些麻烦啊 许多的一些困难啊等等 这样的话呢 我们最后的希望的话呢 在座的学会的各位道友啊 你们呢 可能学佛的路呢 应该是比较漫长的 你们心里呢 一定要有一种很好的准备 不管是学佛的路 实际上是世间的任何一个人生之路的话呢 也许是它是需要走得比较慢 但是只要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的话呢 确实是这个结果呢 并不是很难的 这样一来 我们在座的各位啊 今天因为所谓的开学典礼也好 我们刚开始的一个因缘当中的给大家的开始的话呢 我没有什么真实的准备啊 因为今天我可能跟为了学员啊 为了我们的学会啊 为了很多方面的问题的话呢 实际上是已经 今天我开了多少次会哦 嗯 我们那边的发行人员应该知道 一直刚刚从那边过来的 çünkü一直有许许多多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觉得 只要大家都有一种利他行的话呢 什么事情都是阻挡不了我们的前景 我们应该一起来好好地闻思 尤其是你们今年刚开始学的话 你们可能现在真正的一些佛教的深奥道理也好 简单的基本道理也好 也许并不是很明白的 但是你只要长期努力的话 任何的智慧就可以潜移默化的 逐渐逐渐地自然黯然地在你的相续当中 不断地会积累下来 最后你的言行举止都有一个明显或者不明显的进步 这不仅仅是佛学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知识 只要你侵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这样的一种教育氛围当中 这样的一种人群当中 逐渐逐渐你会变成了真正的善良人 真正的一种修行人 所以我们的修学希望大家也不要看着特别简单 你去学一个两三天的瑜伽 或者你去感受一个母语 按摩 就不是这样的佛教的一种心灵的调副方法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当中 那么你带来的这种修获也是越来越多的 就这样一来希望每一个人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有一种坚定的信心 你们修学过程当中也许退时的因缘是经常比较多的 有时候你身体不适应也想退下来 有时候你身边的恶友劝你退下来了 有时候你可能学习的成绩跟不上 有时候你心就比较散乱 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分别念等等的 有时候可能你的家人朋友阻止你而没办法跟上的 有时候可能你因为工作不顺利 你因为家里出现各种比较意外的一些事情的原因跟不下来 但是也许你在修学过程当中遇到的违缘 有些人你一旦把这种乌云去开之后又再次的返回 我们一个人有不断的跌倒的时候 有不断的站起来 这就是一个人生的最勇敢的一种面对方法 修行也是如此 我看过很多 我今天早上刚刚看过一个大德的传记 确实他修行很不容易的 但是他后来一直不放弃一直没有放弃的原因 最后他的成就的这种境界相当伟大 因此我们应该大家要学习一种非常坚强的意志 我就很想学好一些坚强的人的这种行为 有些坚强的人遇到了再大的一些困难的时候 他还要不断的勇敢的去前进 而我们脆弱的人 不管是世间当中的 修学当中的 遇到一点点问题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的 最后就只有跌下去了 只有没办法活下去了 有这样的很多案例 所以我们最后的一个希望 希望我们可能 今天是一个新的开端的一个日子 新的一个开端的一个日子 但我希望最后我们总有一天 我们圆满毕业 圆满学业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跟大家有一种非常殊胜的因缘 就是弘法离生 大乘佛教最究竟的意义 归根基地其实是弘法离生 那么我们希望实现这一个宏伟目标 大家一起发愿 共同努力 这是我今天的讲话 下面我就按照这些他们的安排的话 我这里还要给大家皈依 我还要给大家念传承 把我当作一个机器人一样 他们很多人是不断地利用 不断地应用 我的一些小零件和螺蛳没有坏坏之前的话 我会不断地转动 下面是今天做一个简单的皈依 以前我们心生当中的有些都没有皈过意 以前已经皈过意的话 那么你们不用重新皈依也可以 重新相皈依的话也皈依三宝 也不是皈依我 最主要的话就是皈依佛陀 皈依法 皈依佛陀自身者的圣众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皈依 那么皈依的时候最好的皈依 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皈依 中等的皈依 自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而皈依 那么下等的皈依 为了自己的健康 治病等等发财 这样的目的 所以不管你们要发什么样的心态 最好还是要向利益一切众生而皈依 那么我下面念三遍按照《大圆满信息修行》里面 所讲的一样的皈依戒 然后你们跟着我重复三遍 到最后一遍的时候你们已经获得了皈依戒 自己心里面想获得了皈依三宝的戒 从今天开始已经得到 这个不管是网络上也好 我们现场的只要现场在的人都能得到皈依戒 我们现场在看到这种皈依戒 身体上有意识的宝止 接触去意识 在这种皈依戒 可以去想注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我 愿意来教祉求我 好 愿意的法名的话 我们以前很多都是 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以愿自悲 前面是圆满的愿 然后后面的话 你们按照你们自己觉得缘起很好的一个字 或者是你自己的名字当中的任何一个字 你可以用上如果自己没有什么可这样的用的话 我们就同意地跟大家去叫做圆名 悲悲的名 圆满的愿 如果你有其他的一些名字上去的话 你觉得这样的缘起很好 那么后面愿什么什么 愿什么什么 这样去受都可以 下面我念八吉仙和大自在七大文的传承 好 愿意来教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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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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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和尚的感染的一件事在 那些人和尚的雕ang 那些人或尚的未知 那些人和尚的争生 那些人是滴余蓉胖的 那些人是滴余蓉胎 那些人和尚的仇 人和尚的一切 跟尚的是 人也在党的谻挙 那些人和尚的种好的 迷人和尚的一切 优惠我 跟尚的优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